我們非常希望可以和平解決這件事 要和平解決其實並不很困難 我們已經多次預告和呼籲留在理大的人士 只要他們放下手上的武器 只要他們是有罪的出來 在出來的過程也不會使用暴力 按住警方的指示 就是可以和平處理 第二個原則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在理大校園裏 是有部分人士受傷 需要醫療的照顧 也有不少是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士 所以我和處長的默契 是我們必須以一個更人性化的方法 來處理這兩批人士離開理大的校園 更多精彩 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現在就開始了 我們要把餐廳發動 那是一部角色的兒子 說得到的 也有所擔議 接著 現在的交流 是大部大部 有一個面子 可以和平台的牌